我希望市長能夠主持風道 不能讓這樣台北市政府的一個缺失 讓選手跟教練來承擔 鏡頭前身穿運動衣向台北市長柯文哲喊話 他是張盛凱教練 家裡三個小孩都是貼人三項常勝軍 這回全運會竟然因為漏爆 無緣再戰接力賽 他們要接下來的項目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連續三天 他們晚上都知眠無法睡著 因為當時我們是把鐵人三項混的接力賽 作為今年全國運動會 張家班代表台北市要參賽的首要一個任務 張盛凱說在比賽前十天就收到漏爆消息 當時他們趕緊跟北市體育局聯繫 李在麗局長稱處理中 沒想到到了賽前三天才知道還是沒有報名 現在比完賽了 議員問柯市長怎麼處理 現在比賽都結束了怎麼辦 沒錯啊 我也知道啊 我想我們先釐清問題好了 因為這樣問 現在已經比賽結束了 要怎麼散落 我不曉得 雙手一攤柯文哲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除了造成選手權益損失 獎金更大失血 金牌獎金三十萬 連霸獎金二十萬 兩年的訓服金五十二點八萬 每位選手估計損失一百零二點八萬 那個監討報告一定會做啦 存在明帶我們看看監討報告的結果 那個第三樣 如果要出錢要從哪裡出啊 雖然給出承諾 但對選手來說恐怕只是亡羊捕牢 失去的比賽也無法重來 TVBS新聞 許孟杰李怡婷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